太阳滑雪云之后 抗议活动烽火遍地 新政院定调新形态群众运动 展开了强硬的反击 但是过程当中 警方执法过当 驱离采访媒体 或者是侵害言论自由 采取预防性羁押的作为 引发了争议 内政部长程维仁和警政署长王卓军 今天下午也为此到立法院备寻 你说的知识体大 是指的说 如果它真的发生了 会造成交通的不方便 所以我们宁可这样 我们会牺牲言论自由 我们会用这样子叫做预防性的措施 立委段一康质疑 内政部执法两套标准 先前有网友网络号召瘫换捷运 却遭到警方以预防性羁押理由 转程南下带上台北约谈寒送 但红杉军时期 有学者号召冲总统府 成为人却只认为是言论自由 那个以我个人来讲 它是属于他言论的自由 所以这个标准变成不一样 我们要遏止的 我们想要防治的这个状况 其实是不成比例 那付出什么代价呢 付出就是前置言论自由的代价 我在脸书号召说 大家跟我一样 几点几分 什么时候穿这衣服 路过捷运站 那你就把我用这种 所谓善罗他人犯罪移送 或者是用预防性羁押的方式 把我羁押起来会不会这样 我重复路过中校东路 会不会被羁押 不会 不会 是吗 台湾不会 太阳花雪运后 路过抗议行动便离开花 网路上亦有风吹草动 号召群众 警方就大阵仗严阵以待 但立委拿出照片 批评警方使用束带 代替警神罔顾人权 立委拿出执法过档证据 要求两个星期内 揪出动手伤人的警察 否则主管得负起行政责任 因为不能纵容个别远警 打着维护治安的大旗 行使国家暴力 新唐拆电视曾经叫张轩 宣讨完台北怎么到